然后他过着一种 令人激动的生活 就会用ING 现在我到底是说 他过着感到激动的生活 还是过着令人激动的生活 那肯定是过着令人激动的日子 对不对 好 那因此我们就会选哪个 ING 好 那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面 又是一个ING 来修饰life 说这个生活 那有同学说 那我怎么知道 是跟一年还是做什么 那么下面大家记住一句话 如果ING和ED做形容词的话 如果ING和ED做形容词 也就是做什么语 做定语吧 如果是做形容词 也就是做定语 我们直接这么说吧 做定语的话 那么他将和他被修饰词有关系 做定语的时候 和他被修饰词有关系 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句型出来 你根本就不需要来考虑 是他感到激动 还是他令人激动 因为你第一个来想到的 今天的这个excited和exciting 跟谁有关系 跟因为关系 跟life有关系 跟生活有关系 所以你马上就会想到 生活是令人激动 还是生活感到激动 生活肯定是令人激动 所以是ING 好 那因此这是我们的第五题 就像刚才第四题 你也一样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这个人有趣 这个人有趣是什么意思 是指这个人自己感到有趣 还是这个人让别人感到有趣 让别人感到 所以是ING 好 那最后一个 Number 6 I'm not someone in other people's affairs 说我对别人的事情不感兴趣 affairs表示事情 我对别人的事情不感兴趣 叫I'm not 什么in 好 那这句话就是标标准准的 我感兴趣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的是interested 而且第二个我们可以 以后大家熟了就会直接从这个端语当中去找出来了 叫 be什么in be interested in 不可能有be interesting in的概念 只有一个固定的暗语就be interested in 叫对什么感兴趣 OK So now let's look at the multiple choice 好 那么最后我们才能到这一课的这个多项选择 Now the first one No.2 首先第二句 在第二句当中说 the writer enjoys 说那个 那个作者喜欢 喜欢什么 A catching fish 抓鱼 B fishing 钓鱼 C doing nothing 什么都不做 D swimming in the river 在和你游泳 那个作者到底喜欢什么 doing nothing 好 那么在这句话当中 我们大家说 那这句好理解 然后我们就希望大家能够发现 ABCD当中 它几乎所有的动词都加了ing 那时常就在暗示你 enjoy这个词后面 要想加冰语的话 enjoy的后面 加冰语 以前我们都是enjoy something enjoy music enjoy the film 对不对 enjoy我们加的是名词的 今天我们再加enjoy后面 如果说喜欢做模式 那就会说enjoy什么something doing something 所以今天在后面写个大大的几个 有一个字叫enjoy doing enjoy doing 我希望大家连enjoy都一起写下来 或者你连的enjoy要画出来 不然你到最后若感觉之后就看到一个doing 你什么都看不到 有个enjoy doing something 叫做喜欢做模式 所以我我喜欢书 那我就叫I enjoy books 但如果我喜欢读书呢 I enjoy reading books OK 好 那这个结构 大家算是记住了 man number six 第六题 his bag is empty he has 这句话是我们大家头最疼的一个题目 首先在这个题目当中 我们会说 根据大家以往 根据大家 我们在在这个12月10号之后 所学的知识 大家能够成功的删除 删除两个答案 在这个abcd当中 你能删除两个答案 自动删除 首先我们就来看答案 但当中第一个会被你删除掉的会是什么 a会错 原因 empty bag n是以这个原因 不要开的会说anempty bag 对不对 好 那a错 第二个是那个是错 c错 原因 我们说bag这个典型的可数名词单数 而可数名词单数前面是一定要加a和an的 所以那么我们c有错了 你看我们以前说的一句话很重要吧 已经这样连续用了三次了 好 那下面我们会说 删不掉的就是一个b一个d 然后我们再来看 b和d我们再仔细定睛一看 才会发现傻眼了 因为b的概念叫一个空的包 d的概念也叫一个空的包 那么从语法上没有错 从意思上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句话该怎么办呢 好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这句话 首先你要发现的是我们的empty bag前面 一个用的是an 一个用的是one 那你就要明白an和one有什么区别 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 an and one 好 那么我们说an这个词事实上是指的是一个包 然后一旦用这个词来修设我们都说一个花园 现在我想问大家一个花园你说的是a garden 也有一种可能性会说one garden 但是如果你用a garden你将会强调garden 你将会强调花园 如果你用one garden你将强调的是one 那么什么一个概念呢 也就是如果你用an和an来修设一个词 你强调的事实上不是数量 而强调的是后面的那个名词 所以那么下面我们来看 他当时说我有一个花园 那我可我能会说的 如果我这么告诉你 我有一个花园 我现在强调的 你听这个重音你就会知道 我有一个花园 那你肯定会说 哦你想强调花园 对不对 那就是i have什么garden a garden 然后我告诉你 它有三个花园 我有一个花园 那这个时候我强调 它有三个 我有几个 一个 那我强调的是花园 还是一个 一个 那我这个时候就会说 i have什么garden one garden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原句 his bag is empty 说他的包是空的 那就证明了他有包 这是肯定的 he has bag 问题是他有一个包 还是有一个包 好那么在这里面 我想现在想知道的是 他现在只是想强调包 还是想强调一个 好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英文当中 首先这个he's bag 他出来的时候 我们留下来的印象 是他的一个包 还是他的包 他的包 我们只留下这个印象 叫他的包 对不对 那么他说他的包是空的 那我只能得出印象 就是他有空的包 是吗 那么因此我事实上 在这句话当中 全句话的主语是bag 那我后一句话 而且还没有 那我就认为 这个强调点在哪上面 在bag上面 在empty bag 空的包 那所以现在 我的强调点 既然在empty bag上面 我是b还是d 我就会是b 对不对 好我就会是b 所以我们常常会说 我送了一封信 我送了一封信 你常常会说 i send one letter 还是a letter a letter 对不对 但然后说 在这这么大的纸上 我只写了一个字 这么大的纸上 我只写了一个字 那这个时候 我就会说 i wrote什么word one word 强调只有一个字 ok so and this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and and one 我们说one 强调数量 and then number seven 第七题 I'm only interested in doing nothing and that's 什么 I'm interested in and that's here that's that's what 好 那这里面有only 有the one 有all 有the only 我们首先说only 后面的后面一般会加 that's only 什么什么东西 要加名词 that's only什么 或者是the only什么东西 现在问题是我们这句话读起来都不对 而这样子我们大家就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 实际上这个这个逆句 我们可以忽略我们的色違方式 因为我们说选语的方式有很多种 我们只是觉得 哪一种能更让我们能够记住一个结构 或者是让我们直接达到底案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 那因此我们像这样的句型 我们就可以通过记忆当中说话的方式来记忆 怎么来记忆呢 以前我们曾经说过 that's的后面要加重句 这个重句往往以特殊疑问词引导 这句话大家记不记得 所以我们曾经说过的是 that's why that's when that's where 说那就是什么地方 那就是什么时间 那就是什么原因 说that's 好 那今天我们在这里面要加一个第二个概念 我们那次除了一般情况下 后面用这个 用这个that引导的 用这个特殊疑问词引导的重句之外 我们第二个句常常会说 口语当中有句话就 那就是一切 that's all 没了 常常我会跟你说 我说的事情没了 that's all 好 那我们今天在这里面 that's all什么呢 那事实上我每次我们在说 哎呀这课结束了 我会说that's all 事实上感觉就是告诉你 that's all I said that's all I said 事实上后面的那个I said 是做什么 定语从句 修饰前面的all 对不对 那就是全部 什么的全部 我说的全部 就是那就是我要说的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 今天他没有说 that's all I said 他说的是 that's all I什么 am interested in 叫 be interested in 叫什么 感兴趣吧 就是 那就是一切 什么样的一切 我所感兴趣的一切 好 以后记好了 说那就是全部 那就是一切 那就是什么什么的东西 我们也可以说成的是 that's all 加句子 that's all 然后加一个句子 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会说 我刚才就听到这么多 别的我都没听见 有的时候我会说 你刚才不记得了吗 然后你会说 我就听到这么多 我没听到别的 这个时候你就会怎么说呢 会说that's all 或者是你要把它补充完整 就是that's all I heard that's all I heard 你看后面就是 我听见的 那就是我听见的 那么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看 我就能记住三个单词了 然后你就会告诉我说 that's all 那三个单词就是我所能记住的一切 对不对 你就会说 that's all I can remember that's all I can remember 那就是我能回忆起来的一切东西了 好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 我们又会说 that's这个时候 我们常常在口语当中 用哪几种表达方式呢 一种叫做 that's后面加什么 特殊疑问词引导的东西 还有一种就是 that's all 首先就是that's all 而我们大家用 that's all 这个句型应该很熟悉 因为我们口语当中常用 that's all 好 那后来有同学说 那为什么b不对 the one不指事情 它指东西 而上面它说的是 我仅仅对做某件事情感兴趣 实际上说来说去 不是东西感兴趣 而是对事情 对不对 事情是不用the one的 事情是用 是用其他的事 好 那么我们这是 今天第七题当中 我们会说 the one不对 the one都指上面的什么book啊 上面的什么desk啊 什么chairs啊 这样的名词 这是第七题 then the last one 好 那么最后一题 那么一来问 第十一题 第十一题 he always goes 什么with an empty bag 他常常带着 现在告诉我是带着一个包 还是带着一个空包 with an empty bag 现在你告诉我汉语当中 你会说成 他带着一个包 还是带着一个空包 他带着一个空包 他实际上去强调的是 这个空的包 对不对 好 他带着一个空的包 怎么样 回家 那么在这里面的回家 我们这里面有什么 到底是go to home 还是go to house 还是go to the house 还是go home 肯定会是go home 那么有同学会说 那这四也是对的 go to 别是去 the house 别是房间 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在 第十一题当中 我们大家都知道会前d 然后原因是什么呢 这样我们大家就要知道 在语法上面 我们可能会说d是对 但是我们要知道 语言这个东西 它是不完全依照语法来 因为语言这个东西 是什么一个概念呢 我们会说 如果是没有规则 和语法相提并论的时候 语法为大 如果是语法跟习惯用法 相提并论的时候 习惯用法为大 所以我们在这个表达方式当中 回家 我们go to the house 对 go home 也对 但是我们习惯上 喜欢说什么 go home 所有我们这题答案是d 所以那么也就意味着 我们c跟d当中 c是正确答案 但d是什么答案 最佳答案 d是最佳答案 所以那么今天我们要记住这句话 以后有同学说 这句话语法也是对的 你要记得 考虑语法之外 你还要考虑他的习惯用法 他习不习惯这么用 如果他习惯才行 就像我们大家都知道 有一句话很好说 就是你要去哪 你要去哪 这句话怎么说 你要去哪 本身我们应该说的是 大家最熟悉的语法叫 where are you going 这是我们在座的同学都会记得的一句话 叫where are you going 对不对 等到你上第三次 你就会知道 在语法上这一个句子 还可以说成where are you going to 而这句话你说起来 你就会左也别扭 右也别扭 然后甚至会有 如果你把where are you going to 你拿给国外外国人 外国人会觉得 这个句子我们好久不用了 你还在用啊 他会这么说 他也不说你错 他说这个句子我们都不用了 所以像这样的这个概念 就证明了 where are you going to 对不对 where是做代词用 对 他是一个疑问代词 所以一定要叫to 但是我们习惯用法上 直接说where are you going 所以那如果这两个答案都出现 让你选一个 你会选什么 那我就会选where are you going 因为习惯上更喜欢说 好 所以这是我们的第十一题 The next part Lesson 21 好 那么下面第二十一课 Lesson 21 And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Wait after me Wait after me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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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sen Wisen Some Some Determined Determined OK First one Made Made means发疯了 好 那么这个词 首先我们会指 如果一个人真疯了 那他可能会说 Someone is mad 对不对 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很少会拿Made 真的是指某人发疯 往往我们是指 为什么事而疯狂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短语 叫be mad about be mad about So we have a film named 所以我们有一部电影 叫做 Made about Marine 有一个叫做 我为马丽安狂 这部电影 它叫mad about Marine 好 Made about 为什么而疯狂 那到底为什么而疯狂 是什么意思呢 事实上就是 当你说为什么而疯狂的时候 就是为他而怎么样 着迷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事实上表示 着迷的程度很深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 be mad about So I want Everyone can say Now I am mad about about what 我希望我们在这个 每个同学的回家都会 都会说 I'm mad about about what I am English 对不对 我都会说 我们每个人如果下 在这个第二次学完 都会说 我为英语都发狂了 那是最好不过的 So and we have be about and mad about and second we have crazy 那么我们大家 更熟悉的词 我估计还会是这个词 crazy 我们大家走到哪 都能听到这个词 crazy and the crazy means 也是为什么而疯狂的 be crazy about 所以你就可以说 I am mad about English 又会说 I am crazy about English 至于这个 English是怎么让你发疯的 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不对 好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词 and the third 第三个 第三个在我们未来 会听到的一首歌子当中 我们会听到 叫做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 我们很多同学听过这首歌 叫 就在此地在等 对不对 然后它那上面有个叫做 Go English English also means crazy means 表示的是疯狂 所以我们也是 它是什么呢 它说那个大海 大洋远隔了你我 然后我都会发疯了 它当时就用的是 I am slowly I slowly go English 说我已经 Go English 好 那么我们就出现了第二个词 就Go 再加一个形容词 这个当中的Go 不加副词加形容词 表示bian的怎么样 你看 Go mat 就我都快发疯了 Go crazy and Go insane and 甚至会怎么说呢 Go nuts 这是我们一个女语 常常用的一个表达方式 你要听到什么 Go nuts 它也表示都是快疯了 Go nuts 好 甚至你现在在有些看过当中 还能听到一个叫做 They are going bananas 对不对 常常你会听到 They are going bananas Bananas means 香蕉 那有些人说 那我知道 Go bananas 表达他们快变成外国人了 因为现在常常会说 什么有一种人属于香蕉人嘛 事实上他都不属于这个概念 Go bananas means Go crazy Means go mad 表示什么 很疯狂 好了 变疯了 所以当你要看到一个人 在失去你 这做某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说 Oh He is going nuts He is going crazy He is going bananas Understand OK This is mad 好 那么下面大家 把这个几个章词一起给我来信 能够表示发疯的 我们常常有那几个呢 一眼看就知道他是发疯的 有三个词 Mate Crazy Incent 这三个词本身就表示发疯 而下面还有一个是叫 Nuts and bananas 这两个词一般我们不是表示发疯 但是一旦跟Go相连 它就表示什么 发疯和发狂 它是一个表达方式 好 那今天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单词 And the second word 第二个单词 Reason Reason means原因 原因 好 那么一旦说起原因 我就会想到 由于这个原因吧 我就会想到一个由于 Right 好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面 要记一个单语 由于这个原因 如果现在我们问大家 由于怎么说 As As Yeah Good 第一个 还有呢 Because 但是你要记得 Because和As 表示由于的后面 后面都要加句子 而我们今天由于这个原因 这个Reason 不是句子 它是一个词 所以呢 我就会用for this reason 用一个词for 所以我们常常有个词译 叫for this reason 由于这个理由 由于这个原因 for this reason